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是10月11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 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哎呀我这刚运动完冲了个凉 马上冲上来 哎呀这个太多事了 昨晚上睡了大概四个小时觉 非常的舒服啊 我简单的说就是咱们的郭媒体呢 昨天是 是头两天我说过的一个新的软件 然后到过去就抓住了我们这个整个漏洞 他们就攻击暂时给黑摊了 但是很快会回来的啊 没有问题大家不要担心 那么我现在从这里给大家这个直播 另外一个啊未来的两到三周 可能是文贵最痛苦的两到三周 亲爱的战友们要记住 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 所有的爆料当中大家能看到 当我们赢了几回合的时候 盗国贼就该出手了 盗国贼出手 几招 审判啊给弄个案子出来 大点审判开封审判 再一个抓员工抓家人 再一个查封资产 另外一个就是重庆什么警察 这个记者招待会 你见过重庆警察界都有一个媒体报道 他们没有吧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扭定康 扭个定卡卡卡的啊 真的给你弄了下 反正外交部上 外交部完就公安部上 政法委上啊 反正再一个就是那什么林毅夫 那个大金融骗子 百分之九十九 郭文贵都是谎言 然后就是陈锋 郭文贵百分之一千全都是假的啊 所以说 这不重要 大家要心里准备啊 大家要心里准备 那是共产党 那是在中国盘踞了七十年的共产党 王岐山给美国人说了一句话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杀敌一千 智商一万 智商一万啊 你说他哪有一万呢 他哪有一万呢 你个傻叉 你哪有一万呢 所以说 咱们啊 杀敌一千也得做好准备 我文贵 不就这一千多个亿吗 不就一千多个亿吗 我三百多口家人吗 我六千多个员工吗 不就这些人吗 就这么简单吗 有这个 昨天晚上 有位美国朋友 还有一位从这个旧金山来的 巨大的一个家族的传承人 他问我 郭先生你给我说实话 你害怕吗 我说我怎么不害怕呀 害怕呀 他说那你现在害怕吗 我说我过去的害怕 已经让我现在对害怕已经麻木了 然后他说你不心疼吗 你那么多钱就那么给弄走 这么夸张 我说我所有的心疼都已经在过去发生过了 我也就没有心疼的本钱了 然后他说那那么多东西 那大飞机 孟宏伟 王岐山 海航 在这个法国这个地方 给你给抢走 你付了1.1亿美元 他用500万美元就把你给弄走 你为啥不说呢 我说我告诉你 我不是神仙 不是我说了他就不干了 我越说他越干 我说我连个飞机都放弃不了 我连我1200亿资产都放弃不了 我连我的家人360个我都赌不上 我有什么权利 我有什么资格敢说把CCP给放倒啊 你不觉得我是神经病吗 我说你有时间看看 好好丘吉尔那部电影 他是如何面对希特勒的 我最爱看的那部电影之一 一个斯大林之死 一个是这个丘吉尔电影 他怎么决定的在敦克尔克 把这个兵给救回来 几乎全数救过来 他如何一个老人政治家 如何在那个几乎百分之百的人 反对他的时候 他做出了反对希特勒不和谈 不通过意大利莫索里尼和谈 他恐惧吗 他当然恐惧啊 你看看他那个国王 这个当时跟他去谈的时候 说你害不害怕 对我害怕害怕了要死 他说没人支持我了 国王坐在那说 我现在支持你 哇这个丘吉尔说 那你不害怕我 他现在我可以处理了 所以说丘吉尔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之一 真的是太棒太棒的人了 我觉得今天的美国川普总统 就像当年的邱吉尔先生一样 我说你看看那一段 我也没选择 我现在带领的是 我的家人就像当年的英军一样 我面对的就是希特勒 王岐山这个王八蛋带领了孟建柱 带领了孙立军和傅政华 带领了孟宏伟这样的人 我说他要杀我们 他要灭我们 我们跟他和谈 然后我们现在害怕 我们恐惧 哎呦我心疼啊 你拿走我的车了 你拿走我的房了 我就害怕 那我们还有未来吗 就像最近所有的美国人都问我一句话 哎中国要乱了怎么办 没有共产党怎么办 美国有很多人担心 共产党不要出事 出事我们怎么办 我就是用最简单一句话 我给他们说的 就是前天我在直播上说的 我说你不能一个人被人家强奸了七十年 美国被强奸了五十年了 被骗了五十年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有人去打这个强奸犯的脸 哎你说别打别打 哎你打这个强奸犯 谁要强奸我呀 对不对啊 然后呢 这个人一旦想有人要做出反抗 哎别反抗 你反抗你不害怕吗 他掐死你怎么办呢 他打死你怎么办呢 不反抗他就一直强奸 强奸就变成瞬间了 还得让你喊高潮 啊 我说你打他一下脸 你不让打 你担心他把你给杀了 那他就一直在强奸你 美国的经济就这么被强奸的 美国的民意也这么被强奸的 中国的老百姓这么多年 就是这么被强奸的 全人类上找不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像我们这七十年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 大家现在忘了 天安门事件 大家现在说 哎那些小孩都该杀 然后现在被抓到监狱这边 所谓的反腐革命 不抓王岐山 不抓海南 不抓这个孟建柱 不抓傅政皇顺领军 这叫反腐 那些反腐的人冤不冤枉呢 然后现在把这个王健这样的企业家给杀了 国家动量 天天喊的忠于党的给抓了 灭口了 孟宏伟帮他发红同志杀王健的也给抓了 马云也给收拾了 马化腾也给灭了 万达也给收拾了 六十八企业全灭了 然后说哎呀我们没你不行啊 没有CCP不行 没有你王岐山我可不行 没有你孟建柱我不行 没江家不行 没朱家不行 没有王岐山家族我们活不了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啊 所以我告诉这位美国朋友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犯了一个证 叫强奸适应证 我说我不会的 我知道这个家族的强奸犯 我必须把他灭了 我知道我灭他 我将要付出什么代价 王岐山说杀敌一千智商一万 你哪有意外你就你一个破烂之虎 你都快完蛋了糟糕了 对不对啊 我郭文贵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没有了恐惧 没有了心痛 如果我连失去这个概念 我都搞不明白 连失去的痛 我都解决不了 那我就活不过这个几十年 二十九年 我也不可能在一年半以前爆料到现在 所以说 在几天前 专案组又一次的把上次在马高速路上截走的 我们贾心副总是正权的法人 把他的几个月的孩子和几岁的孩子给带走 老婆带走 然后在大连开了那个亭 看着强迫的 后面拿着枪顶着了 真的拿枪顶着呢 你看看那贾心吓得 我虽然没得通话 你看他脸就盯着电脑 不敢吱声 然后演了一出审判的戏 不宣判 一直施压到现在 就是让王健这个世界新闻的这个发布会不要开 那现在呢 好了 郭文贵你现在 你又跟美国人搞这一趟呢 这几天什么动作 拍卖盘古资产 从暂停到恢复 拍卖金权资产 从暂停昨天到了现场贴这个公告 大连三天前晚上 就是 不是三天 是星期天晚上 应该是这个 咱这块两天以前 直接把这个贾心又给抓大连去了 叫开庭宣判 然后昨天又把我们公司多个高管给抓走了 把我们的杨盈吕陶也给带回去了 然后多个其他财务人员也给抓走了 这就是大连 这就是余德权 这就是吴哲 这就是孟建柱王岐山 傅政华孙明太厉害了 你太厉害了 想抓谁抓谁 你想派谁派谁 牛 然后呢 前天河北成德法院来了 代表曲龙 给了18份 叫曲龙被拘押期间 所有公司损失的报告 赔钱 是郭文贵导致曲龙被冤判15年了 然后待了6.5年 然后现在郭文贵还赔着18公司的钱 你看这个荒唐不荒唐 你共产党判得行 你不赔 然后呢 你还捐了 然后你还没错 现在郭文贵赔钱 你这个流氓组织 这个CCP 但是战友们 有一失就有一得 就像我的大飞机一样 他虽然把我大飞机给我控制了几年 他要把我1.1亿美元的飞机 5千万 6千万给我卖了 他和UBS 和那个AMAC瑞士公司 和那个Mahedi 那个军火商洗钱一起 UBS在法国现在被重罚 现在美国正在几个大案等待了UBS 包括AMAC 我正在和多个部门合作 关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 Mahedi这个流氓的黑社会 美国人的法律系统 谁也操作不了 就是证据 就是真实 因为我发生的事 都在美国发生了 美国不可能不管 只要那架飞机飞到美国 美国法律范围内 一定给他扣拢 只要那架飞机 任何一个美元买了 美国人随时可以给他扣拢 而且没有人可以说算 美国法律系统说算 我找一个镇子去起诉他 他就把他飞机给他扣了 咱等着他呢 所以我们得放弃这几年 不能说我现在又要飞机 还要挣权的资产 还要方正的证券 还要盘古的房子 还要我的汽车 还要我香港的钱 还要 那你爆料你成啥了 你都不成生意了吗 你也太小看CCP了 是吧 CCP 这个魔鬼组织 特别现在王岐山孟建柱 傅振华 孙力军这好人掌控 江家 朱家 王家 控制 那都不是人类能有逻辑思维的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未来两到三周 他们叫文贵 要痛苦 要让你文贵 我就不相信你郭文贵承受得了 这是王岐山原话 这个孙力军说 只要我孙力军再一天 我得把郭文贵的小子给灭了 所以他就想 把你的心脏给你挤着 崩溃 我得感谢他们 把我心脏我练得那么强大 这个王八蛋史诺头卷赵元 二个孙力军说 郭文贵没房子了 跑船上住去了 船还是我的船 那个还是这个我能用啊 不是我的船 是这个基金的船 公寓还是基金的公寓 我还能住 然后 现在爆料革命 突飞蒙进 封锁的这个这个成果 每天都在出现 亲爱的战友们 昨天晚上 我当我得知 那个重大事件通过的时候 哎呦 我整个人我 我站在船头上 真要对所有的战友们说 战友们 我们现在大喝一场高兴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 CCP一天不倒 我只能高兴三分钟 三分钟就够了 抽根雪茄 喝点这个这个 Cony啊 高兴就几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宣布还要几周 我还要去做两次证 我会 我确实发自内心的时候 我到现在没敢把所有东西撂出来 就是考虑到 不要对CCP的时候影响到太多老百姓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 但是刀锅贼现在这个出手 他是不给我留余地的 他把我这个假信又给带走了 他把我的员工又给抓走了 然后到大连审判 对政权审判 要什么把民族方正证券 方正证券 昨天跌了四块多钱去 你说我也拿不走 然后就要什么没收啊 查封啊 罚款啊 那都是我基金的事儿 跟我半毛钱关系的为由 你弄完以后 你看这些基金怎么对付你 这些基金 会让你想象不到的 在海外 把你所有罚款和资产 万倍的让你来把钱拿走 你不信就试试看 然后现在你说 拍卖盘古资产 政权资产 还有一些这个香港的银行的 现金和账号 这些东西 我文贵都已经可以不理了 按可以补管了呀 按可以补管了 所以战友们 我有责任 我对基金我有责任 人家基金的人说 郭先生你不要再管 这是我们的事儿 等他们的行动完 我们再弄 你不要再管了 你说文贵这智商 能等得让你 到我家来打家解舍 过24小时以后 我还在屋里待着 等你再来打来 就像现在 很多被你蒙骗的老百姓一样 立了你不容 谍情酿情不如逆情 你觉得我这有那么傻吗 你大连专业主那几个破智商 你加一堆那个智商 够干啥的 对不对呀 你要是有这个智商 你就不在大连在那敲诈乐鼠 所诈骗了 余得全无辙 你有种你大胆的干 张鹏铭 刘乐国的下场 你比他们还得惨 北京山中院 你这几个家伙 你的下场比他们都得惨 你不信就试试 你不信就试试 但是呢 这些战友们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干掉CCP 接下来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 选举后 一系列的政治出台 大家那个时候可以真实的说 有处的报仇 欠钱的要钱 就在海外 基本能做到 记住我说那个 一千七 一百五 没有人知道 共产党这个组织 就对老百姓行 他针对外国 他零 说到现在他啥也不知道 这就像彭吃副总统的演讲一样 他在头一天 在内参上还报说 不可能发生 这都是假信息 结果 多出来了 他们绝对不知道 这件事情 会让他们 多么惨 在海外的盗国贼的资产 私生子女的资产 还有过去和盗国贼合作的 这些海外的所谓的 像韦石啊 夏业良啊 乱伦彪啊 还有这一个个的这些东西 现在郭宝上这叫人渣 所有这些东西 都会真相出来 得到美国法律的严惩 任何人 换掉总统都没有用 这个美国的几大 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 全面地统一了认识 形成了这个概念 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可以告诉战友们 不管是中期选举 还是2020年 谁来选总统 或川普总统继续当选 有一个事实 这是已经在美国形成 这可以说我们有巨大的功劳 爆料革命 所有的战友们 是什么 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这么多年来 没什么事形成统一的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 绝对是统一的 就是刚刚 连川普总统都很惊讶 连共和党都很惊讶 参议院 在众议院几乎是同一个标准 同一个逻辑 同一个目标准 就是反共 就是反共 不管是民主党 共和党 就是换了任何人 谁要说不反共了 绝对不可能 把共产党在海外的非法资产 和欺骗抢夺盗取的中国人民资产 全部还给中国人民 这一点共识 两党都是一致的 在海外清理 整个共产党CCP派出的间谍 和间谍系统 还有像梁冠军这个臭流氓 天天在拆带上打着棋 终于什么CCP啊 这个滚出美国这王八蛋 一个都跑不了 他拿着美国包上的 他跑到中国去那边弄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头两天说 你们记住 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和某些部门开会说 说郭先生你记住 美国从现在起 不管任何人 他跑到哪里去 他在美国只要收购中共的钱 他只要替中共做过大外宣 他只要替中共盗窃过技术 他只要替中共 这个毁过台湾 做过间谍协动 包括这些技术上的道具 在哪能抓一个 我说我怀疑你们 他说你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已经从欧洲引渡了一个 原江苏安全厅的一个官员 大家说的不准确的 他原来是安全部十二局的人 安全部十二局的人 太多了在海外这样的人 就直接给抓回来了 而且我再告诉大家的事情 其他几个人马上也会抓回来 谁都挡不住 拉登都给逼了 甭说你了算啥呀 这些人一见美国的这个 这个特种兵出来 都尿裤子 听说都尿了 都堆在那儿了 绝对不是对着 看到这个整个社交媒体上 打警察打中国老百姓 打女人巴巴巴巴打的 那不是 全下尿骨子 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 纸老虎 他只能在国内 查封我资产 抓我员工 抓我家人 威胁我家人 然后呢要拆我的房子 没收他只能在那儿 你到任何国家去 你到那马尔代夫你都不敢 你到那乌加拿坦塞尼亚 你都不敢 吓死你 装什么 你看王岐山那抓人挠塞的 过两天要出 要马上要出国了 到中东非洲跑一圈去 一到你说 你看他的样 你说你到那去 你又不然到美国来啊 你又不敢来啊 所以都是老鼠扛枪窝里横 所以战友们 看清他们的本质 我们要有我们的心理准备 然后冷静客观的看到 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府 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和民主法治的保护的决心 这是一个法治系统 没人可以操作 现在整个两党之间的行程 是基于法治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做出的决定 所以战友们 真的是到了最伟大的历史时刻 他一定会很快的倒下去 会倒得超如你想象的 大家好看邱静人的电影 任何一个现代化的 现在的世界的国家的政权倒下来 不像过去是稀稀拉拉似的 跟你跑度拉稀似的 拉一天两天都不拉完 不可能 现在直接都是 穷械式的 砰就下来了 打下来了 CCP打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没发现 哎没了 没了 CCP没了 就这么快 所以我跟最近和美国朋友在一起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把CCP看那么牛 你太不了解他们了 海军打过仪仗吗 你们看《秋静人》电影 我再说一遍 志从有海要起 给我形容的啊 在海上打赢战争的 就是英国这个民族 后来就是美国 包括俄罗斯的海军那么厉害 就要被日本都灭了 日本被灭 被美国灭了 美国就是英国的传统 在政治上 CCP在人类上存在了多少天 两万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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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CCP在比苏联的政党 才多了几十天 它不可能再有两万天 它有两千天 我都算服了它 不可能 所以战友们 这种心理准备要有 不要有些幻想 有些被那个民运 这么多年也洗了脑了 一分钟 共产党就灭了 明天共产党灭了 明天共产党灭了 后天江泽民死了 说了几十年了 他自己都说的不好意思了 他自己说不好意思 你看看海外华人媒体 网站上 你看看那些脑残 你看看那些五毛 讲了几十年的话 还天天那么讲 头两天我看到有一个网站上 后面留言说 哎呀郭文贵 头两天去加州了 看我们房子 结果拍照就走了 你说这个王八蛋 我啥时候去我加州了 多长时间没去加州了 但是最让人可恨的下面留了一句话 说共产党造就了中国 这么多年的富豪 没有共产党 美国欧洲经济 你找款了 你说你说这是什么脑残啊 然后博讯 把孟宏伟那个 又来了一篇文章 孟宏伟是因为周永康的事 你说这个不要脸啊 你说这不要脸 然后明镜 从机器人 现在共产党的机器人 现在又变成了高级机器人了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你说 咱们这中国人民这个可怜 最近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在问我 为什么中国人这样 我说就是被CCP给洗脑了 但也有点勉强 说是也不都是CCP的事 就咱最起码对事实有个判断能力 咱最起码对 对于做真与善 真与假 善与恶 有个起码的判断能力 我们真的深思 这个CCP马上要垮了 我们该如何做好自己 这真是个大问题 谁脑子里真有法律 谁脑子里真会去尊重别人 谁脑子里真的希望这个民族好 谁脑子里真正的追求喜马拉雅革命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名义 不是像王岐山这种狂人 这种疯子 这边让刘鹤 周小川 银行派 给美国人说 上边要搞国有化 当然要搞通货膨胀 人民币肯定贬值 但是 齐山不能说 齐山可以国家 你说这什么 这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为什么有毛泽东和林彪 为什么毛泽东和有刘少奇 为什么有邓小平和李贤念 邓小平和陈云这些关系 为什么有赵紫阳胡耀邦这事发生 最亲的人 最近的人 最近的人 就是干掉你那个人 这就是CCP 把中国人和人类上最恶劣的东西的思想癌细胞 无限扩大 互相伤害 制造矛盾 互相怀疑 互相拆台 这就是真正的夸张 你看看昨天的股市 对不起 喝喝水 大家看看昨天的股市 股市 我们有两个基金 今天早上发信息 郭先生 你不用担心你国内资产 我们就这两天赚的 已经是那个了 不能说 这是基金秘密 过一段时间 等他们都折腾完了 两三周 他让我痛苦 制造恐惧 威胁我员工啊 家人啊 都完了 我要公布几件事 我要让你大连 大连政法委 大连专案主 中纪委 王岐山 傅政华 孟建筑 看到这些东西出来以后 你付的什么代价 你看看 你让郭文贵是越来越有钱了 还是郭文贵是越来越穷了 然后你看看 我买了啥玩意儿 让你看我买了啥玩意儿 让你看看 当然都不是我了 是我们基金了 郭文贵 我不是要一分钱 我告诉我基金 我告诉所有跟我投资者 我说我只要一件事情 有饭吃 我用你们的所有的东西 我个人下零一概不要 我说我郭文贵 我说我郭文贵 从八九年那天起 我已经对钱 对姓 对名 我说我已经彻底看透了 我绝不会在这上灾根 我绝不会在这上灾根 我绝不去做拥有者 我唯一就好吃 馋 看着好几个像河豆 哇 口水就来了 看着要吃个饭吃完就来了 除了馋点 其他没啥能打倒我的事儿 没啥能打倒我的 没任何欲望 昨天朋友带个漂亮美女啊 太美了 瑞典美女 哇 确实漂亮 哎呀 这个 然后他说你看 我说你漂亮什么的 我说我再告诉你 我说我说不高兴的话 谁都年轻过 谁都拥有过 但是我发现 这个漂亮的价值太高 我说你现在多少资产 他们没什么 我们这基金才四百多亿米 四十个比例 我说你自己多小 我自己一个比例 我说他要跟你离婚的 你拿多少 他说哎呦 那要一半啊 我说你高不高兴 我不高兴 然后另外一个哥们儿 去年离婚 老婆分走了三亿美元 这哥们儿就没高兴过 那头发都变色了 脸都整个人衰老 我说你看看 找了个最漂亮的女朋友 马上结婚 结婚完马上离婚 离婚搞出几亿美元 没高兴过 我说记住 真正的爱 真正的情 不是长在脸上的 是心里边是这的 我说你别拿着悬绕 所以说色也打不倒我 钱你说我没啥花钱 你说我花啥钱 没什么花钱的 现在我最想吃最简单的饭 大家看见了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盗国贼这几招 威胁 绑架家人 制造恐惧 制造你的痛苦 剥夺你的资产 抢夺你的资产 毁掉你的名义 用禅数 这几招 让人没有联系 断掉你的关系 他这几招 你一定要 一定要放下 放下 你就会自由 你就会愉悦 你就会欢喜 你才会战无不胜 不用杀敌一天自上一万 杀敌一天 你一个都不用逝去 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的报平安直播 就到此为止 咱们一起 为14亿人民 为所有关在监狱 失去自由的中国同胞们 和所有海外的战友们 祈福 阿弥陀佛佛书菩萨耶稣